以前我讀大学的时候还猛成成 听到一个朋友说 说他爸爸在荃湾有间铺 我一听就觉得 哇好厉害 有间铺 他家一定很有钱 又说真的 他间铺是一个40呎的汤墙铺 我也搞不清楚分分钟 但是 如果他跟我说 说他爸爸在荃湾有间铺 我就觉得普通东西了 我想不单只一个是这样 很多人的传统观念 都是觉得 楼是应该的 好 哇 好厉害啊 楼市的成交量是铺市的10倍 铺王的赤隔也是铺王的10倍 那究竟买楼还是买铺好呢 以下跟你说说 十大买楼买铺的分别 第十 买楼如娶老婆 买铺如找情婦 楼是求过于供 铺是供过于供 楼是必需品 像老婆一样 只要你不是太丑 就通常加得出 无论你对着垃圾房 板间房 焚房 焚花路 劏房也好 都有人住 但买铺是奢侈品 好像找情婦那样 差的铺 刺起来 不是刺一个月 一年 是刺十年二十年 都这样刺下去 仰衰的情婦 就是无人要 所以买铺最重要 漂亮 漂亮的铺 升值几千倍 多的时 楼的话 最多都是几百倍 就好像我后面的 Foli Foli 其中是这个 波斯库街 和罗素街交界 实用四百尺的铺 就是香港破纪录 升值了七千六百倍 第九 还是不要说那么多情婦 被我老婆罵死 现实生活中 很专一的 因为买铺就是要够专 我经常都说 讲笑地说 买楼就是小学程度 供下商下 是中学程度 买铺 是大学程度 为什么 一天买楼 最多都是一休息 晚上看两次 买铺呢 你就要 早餐 午餐 下午茶 晚市 宵夜 平日 周末 都要来看 起码看十次 都还没算中秋 聖诞 过年 因为日日 人流车流都不同 所以买铺就像读大学那样 找书要找多些 第八 楼有新供应 地铺没有 下年的新楼落成 可能几万个 但如果问你皇后大老钟 十年后的今天 有多少个地铺会增加 答案是 没有资源 可能因为收购 重建 而减少 楼上铺 银座式大厦 汤墙铺 可能会增加 但如果地铺的话 记住 有减 没有增 因此 我过往买过五十多间铺 全部都是清一式的地铺 因为经济理论101教我 如果一样的商品 是没有增加 甚至乎减少 而基本需求在这里 如果说长远应该买得过 第七 铺最大的敌人是互联网 楼最大的敌人 可能是迷你仓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网购的 肯定铺的价值是值钱 正如如果这个世界 电脑没有发明过的话 中环的office 价钱都贵一点 因为个个都要租大一点 人都要最窄一点 如果这个世界是没有迷你仓的 但是家里也要住大一点 现在香港迷你仓的空间 加起来就等于一年的私楼供应量 既然互联网是最大的敌人 买铺就要着重多些 濕货铺 说的是有来去水 服务性的行业 例如一间餐厅 法郎 老人院 干货铺就要避免 纯粹买衣买库买鞋 买物精品零售的话 因为网上往往都能够买得到 但不用太担心 因为Apple也不用开这么大的铺 第六 楼时间是敌人 铺时间是朋友 一层四十年楼龄的楼 就是比旁边刚刚起号的新楼 但是铺呢 很少说铺龄 铺你进去shopping之前 一般你都会望一下 东大厦 新定够 最重要牌子够漂亮 装修够豪 你就进去光顺 楼四十年前 可能是海景 现在就被新楼挡住了 铺四十年前 都是条马路 现在条马路依然在 可能附近的重建人口 反而增加了 所以铺王一般都在旧楼里面 楼王除了山顶那些独立屋以外 通常都是新楼 第五 不用多说 买铺手续费昂 买楼手续费昂 就更加很昂贵 你读得小心点 分别想读 买楼又要BSD 又有SSD 再加你50% 即是什么都不用买 但买铺呢 只需要给DSD 上倍人花税 即使我今天买 明天沽也好 2000万以上的铺 就只需要给8.5% 相比起50% 省了41% 我重复是41.5% 所以为什麽 只要楼市十分一的资金 下来铺市 铺市资金就会多一倍 第四 买楼感觉上了车 买铺就像上了过山车 很high 买楼很少跟别人说 看看这个太古城12座 13楼B座 这个单位是我的 你不会这样子 但买铺经常经过的时候 再跟别人说 这个三楼棉家就是我的租客 感觉很威 买楼租了给客户 十年你就不用建层楼 他升职加身 还做六合彩道 关你事 但买铺 打开门口做生意 每天你都可以经过去看看 哇 生意不错 立即下年分分钟 都嫁造多些 当然 我鼓励你做个良心业主 第三 买楼通常都只要你一个门口 劏房 我听得多 很少听过 买个高层向外单位 劏做五个独立房间分契出售 因为一般屋如柱 建筑条例或消防都不会给你过 但买铺就不同了 铺头在街上 任你自出自入 买个大单边回来 湯 当做十个八个分契出售 不多的事 甚至买个酒楼 整个商场回来 不用怕我 引漏教友保證 施極也有個譜 第二 樓有很多租霸和凶宅 但鋪呢 一般好笑聽到 鋪霸 或者凶膀 我經常說笑地說 如果你住一層樓很討厭業主的話 就不要交租 賴死不走 甚至打爛了那些裝修 他告得你來 踢得你走 都搞你幾年的時間 甚至一下不過意請朋友回家玩自殺 無緣無故層樓變空窄 業主的價錢立即沒有兩三成 還什麼都補了 但鋪呢 就不同了 打開門口做生意 虧本的話 帶到人在這裡 也會虧得多點工資 一般都乖乖地交回一間鋪給業主 雖然很少租霸 裝修也是自己出的 打爛了它 等於自己打自己 老實說 鋪呢 就很少死人 即使是 都扮家 鋪一般就很少過夜 又有人流 人氣 所以為何很少聽到空鋪 不過無論是鋪還是家 記得要珍惜生命 第一 買樓就多棉 買鋪多大行 買樓一般都是看赤價 錯極有個鋪 通常水電會有齊 不用出什麼牌照就這樣搬進去 但如果買鋪的話 便宜則就如3千元呎 貴則就像波斯庫街83號N舖 尺價137萬一呎是全港舖 所以看尺價沒什麼意思 多數都是看回報 既然買鋪主要是看回報 租約當然旺旺有水分 很多時 租金寫就寫10萬 買了一間鋪回來 租客就說 上手業主托港寫10萬 交8萬而已 或者交10萬回2萬 壞點的就是成交那天 就拉閘租客走出去 往往牌照都出發 所以買了一間鋪 你就要很懂得風火水面齊不齊 和不同牌照 不同規格行不行 香港平均一間鋪三千萬 銀碼比樓大 萬一買錯 很容易受重創 因此買鋪的通常都是老售 如果你只是純粹一隻綿羊製 進來這個鋪市 就要小心了 當然有很多良心業主 因為大部分鋪的業主 我認識的都是 有樓有車先有鋪 從來我不認識一個業主 是有鋪有車再有樓 既然發得財 自然藍作品 中國人傳統觀念 一鋪養三代 買樓我好像聽過 一樓住三代 或是一個車位拍三代 否則你又不高 投資要分散 做生意要專注 鋪是我的生意 因此我敢說 香港在鋪界 沒有人比我更加專注 但投資你 不妨分散風險 買樓買鋪各有利弊 希望以上 買樓買鋪的十大分別 助你投資有所幫助 歡迎你在以下留言給我 或者分享一下這條片 給你朋友仔 知道他們如何買樓買鋪 酒瓶 你不喝劲 你死了 你 你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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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